我觉得店家的这个面包呢 除了有这个牛油很特别之外 这个鸭鸭有非常非常浓的蛋香味 鸭鸭是我们自己本身做的 家製的 家製的 他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鸭鸭比较滑 你怎么懂得做这个鸭鸭 以前是我妈妈教的 家传秘方 那是怎么做 那是用鸭蛋 还有椰子 白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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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花蓝叶 用鸭蛋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以为是用鸡蛋的一般做鸭蛋 现在鸭蛋是以前做的 现在我们换了鸡蛋做的 为什么以前要用鸭蛋 鸭蛋的蛋白比较多一点 有比较多的蛋白 所以蛋的香味就更浓了 更浓了 现在就脱风剪掉一点了 不是,现在鸭蛋比较贵 所以我们换鸡蛋比较紧细一点 不同的,烂盖比较香 做的比较外卖的不同 比较滑、比较香 不 depends 没有一点,但是我们的鸡蛋 可以吃到鸡蛋了 可以吃到鸡蛋 可以吃到鸡蛋 拿鸡蛋 也会畂成一些鸡蛋 吃到鸡蛋 然后那么再用鸡蛋